你现在听的是元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长 绿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dot-com-dot-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元网台的自然疗发语力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与袁大明自然疗发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最近听到有些朋友 有些客人 我们也有听过一些经前终合症 或者经后的时候有些不适 但是最近有些就会说到 是已经来近旌旗的 在旌旗的期间 都出现了一些 整个头痛的问题 袁先生可不可以帮你介绍一下 在同类疗发的时候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这些症状 我们今天和大家想分享和介绍 就是那个旌旗的时候的头痛 我亦都听到大家可以认识一些人 每一度旌旗来 他就头痛到他不能上班 他非用药去禁止不可 但是问题是 当然你可以用一些药物去洗药去禁止头痛 但是问题是没有因此而医好的 是 就是读药禁止症状 不是代表你的病是会彻底医好的 结果呢 通常那些人每个月都要吃药 要请假 要请假 要吃药 我记得休息一两天 但是有没有彻底自好的方法呢 明显就没有了 在远远的一般人就以为没有 其实当然是有了 好了 我们的250年历史的同学疗法里面 同学疗法不是一个世界医疗 是的 属于全世界第二大医疗 有5亿人口用的 有成70多个国家 是有政府认可的同学疗法医生 有些国家就有成百多间同学疗法医学院的 这个医学院是说五年四年八年的医学课程 也有他的医院 只不过呢 中国人和香港人对这方面的认识是真的特别 可以说是最少最少的了 好了 很可惜 因为呢 其实呢 在同学疗法呢 根据印度国父坚地呢 他说呢 所有医疗里面呢 是那个疗效最广的 就是什么病呢 都有同学疗法的方法呢 可以处理得到的了 好了 如果大家呢 就是有这个 旌旗的头痛呢 那有些什么的同学疗剂可以帮大家呢 其实呢 在我们的 同学疗法的字典里面呢 就是资料库里面呢 有成超过百种的疗剂 哦 那今天呢 你介绍几只常见的 重要点啦 让我们参考一下 是的 还有那个阵营会怎样呢 那很可能呢 这个阵营会适合你呢 那就是说呢 这个疗剂应该可以帮到 帮到你这个 旌旗的头痛了 好了 第一个我想介绍呢 是叫做 癫茄 英文叫做 Beladonna 当然呢 癫茄是一种有毒性的 一个植物来的 是 那当然呢 如果你有吃这个植物呢 那就会产生 就是中毒的症状啦 那这样 好了 那癫茄的 头痛的症状是怎样呢 那第一呢 那个病者呢 就觉得呢 那些头 那些血呢 就涌上头那里的 那是蜜动的 那就是那个 那个头颅的那些 那些动物呢 就 tocar流出少回突然 apare capsule的 那当然呢 那头 也就是那种充血性的头痛啦 那这样 就是身份就红爆爆的啦 OK 那最均的症状呢 就直接呢 是聽到Fop,Fop,Fop,那種這樣的頭痛 或者好像有一個錘仔在打你的頭痛 太陽魚的位置就特別差 還有任何的動作都特別差 頭痛的時候,很有趣的 有一個症狀就是頭髮都垂下來 不要梳高它 或者用手壓在頭上 頭部會有幫助的 或者頭部就向後握,不要向前握 最重要的是頭痛很充血、很悶的感覺 尤其是前壓 當然後尾枕和太陽魚都會有機會 頭痛的時候,病人對觸摸特別敏感 頭痛的時候很怕光,很怕聲音 很怕觸動它,即是坐一坐它 很怕躺下,即是躺平更加痛 更加脹的 還有在下午的時候,下午是更加差的 那用手掌握用一些壓力,或者按一下它 或者坐起來,半起身的狀態 即是不要躺下,就會好些 有些人的頭痛,當然頭部很敏感 當然那時候不可以剪頭髮 有些人說,我會頭痛一點 我會剪身頭髮,就會頭痛 那這個就是癲癲頭痛的療程 還有,它對風很敏感 尤其是冷的,還有洗頭 洗頭的時候是特別敏感的 好,很多人就會說得到 那種血都充實了 充血的頭痛 那種頭髮好像是脈搏的搏動 搏搏搏搏的痛 這個就是怕光,又不能起床,不能躺下 這個就是癲癲頭痛的療程 好,另外一種驚奇痛的療程 就是頭痛的療程 就是Gronin Gronin Gronin,中文叫做硝酸金油 Nitroglycerin 相信很多人都對硝酸金油 都聽過有些認識的 就是利底軟 當你的心臟,好像心繞痛 突然之間發作 很多人都懂得利底軟 但這個成為一個痛淚療劑的 叫硝酸金油 是處理了頭痛 那種症狀呢 剛才我們所說的 那個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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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癲 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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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博动在太阳鱼上是特别严重 还有行路是特别差的 还有很多时候 感觉那种爆炸令到眼球好像要被逼出来 很多时候除了这种症状 很多人在中暑的时候很容易见到 真的胀到好像要爆炸的感觉 接着另外一种疗势是石蜜 石蜜的人有一种体质 通常比较肥一点 还有很多不健康的脂肪 肌肉松弛弛弛 还有是怕冻 比较怕冻 没什么气血的人 那石蜜型的头痛会怎样呢 那它也是血就涌上头 面红红 甚至乎流鼻血 还有就会觉得腹脏脏 还有放脏皮 就是这种感觉 还有头顶 头颅顶觉得很烦 一个很小一点很烦的 那早上一醒就开始头痛了 通常会在一边 还有头痛的时候就会想吐的 想作门 在惊奇的时候 又想作门又想吐的 还有呢 那个后尾枕都有一种 脆脆的 就是沉沉的压力感 头就好像被向后抛的 那样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 那种痛呢 就是后尾枕的痛呢 就好像是一种 枯实那种的痛 OK 枯实那种 罩着的那种 那种不适的 一种压力的痛 还有记住 实际所说 就是那种 痴的痛点 是一点 这样痛出来的 那么 前压呢 有时候好像觉得 有支蜘蛛罩罩着 好像拉着那种 那脑子就觉得 麻麻木木 那也有时候呢 它可能就容易 头皮就容易出疹 这样的 那 也都会有时候 头皮会容易发痕 还有很多 有些干疹 这样的出现 那严重的时候呢 有时候可能 有头发 脱头发 斑脱 这些这样的情况 那这个呢 就是石物形的 惊奇的头痛 那有另外一个疗剂呢 是我们叫做 creosotum呢 其实呢 是木焦油 其实呢 那个 那个疗剂的 那个来源呢 是有些木里面的 那些焦油呢 是提炼出来的 就再改成为 就是再提炼成为 一个疗剂的 那我们同学疗法 很讲究呢 就是不同人的体质 的体型 那好了 木焦油这种的人呢 就比较上 皮肤比较黑一点 比较小粒一点 比较瘦一点的人的 那年纪比较大一点 就是比较适合 与年纪大一点的女性 那小小也好 看上去呢 都是觉得 是一种好似老态的样子的 OK 那 也都可能呢 就是瘦瘦瘦 营养方面呢 是不良的了 好了 那这种形的 那个 那个 驚奇的头痛呢 那个头痛的症状呢 就通常都是 聚聚啦 就是不同的地方 有一些压力感觉啦 就是 有些压力呢 有时候前压 好像一些压力向上走出来啦 那么 也都有前压的 有少少那些 蜜动的声音啦 这些都 通常都会有的 那么那种痛呢 好像呢 那种沉痛呢 好像有一块板呢 压在前压那方面的 那么后面是这样痛 那么有时候呢 头痛呢 头痛的时候呢 他人很眼睡 OK 那么 很眼睡 那个头皮呢 也都比较上敏感啦 然后梳他都会痛的 那么头痛 有时候呢 就会掉了头发 那么所以 我看到的情况呢 其实呢 都是有了一般 我刚才所提过的 尿剂的症状啦 那么还有 唯一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那种 要看他的体型 他稍稍瘦的 肤色一般的 他人呢 就比较黑黑一点的 那么 还有呢 他头痛的时候呢 就会比较眼睡 那么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那个呢 那个阵型是这样的 那又另外一个疗剂呢 我们叫做 犬鱼 即是狗的奶 OK 犬鱼 那么英文 我又拉丁文叫 就叫做 犬鱼的头痛症状呢 是怎样的呢 这种的头痛症状呢 头痛呢 加上呢 是视力梦胡 作呕作门 这种是很典型的 扁头痛那种的 OK 一种这样的形 那种的 还有呢 头痛的时候呢 很有趣呢 它会左右两边走的 那可能呢 最初呢 就是左眼上方 起床的时候 OK 就开始的 那接着呢 就可能呢 就是那种痛呢 就由后尾枕呢 放射立 那个前压 那样 那这种 这种 又 又 又 那个 视力梦胡 作呕作门 呕这些 很典型的 是扁头痛来的 OK 还有呢 就记住呢 它那个 好像那个脑呢 感觉呢 好像是 一会儿收缩 一会儿放松 一会儿收缩 OK 那脑呢 是觉得很大的压力感 啊 还有呢 那个云正呢 都有一种 密动 那种密动 那种的 那种感觉的 OK 最紧的就是 就是 好像 好像 左右走 左来 交替 一边痛在左边 一边右边 一边痛在左边 那同时呢 作呕作门 视力模糊 那这个呢 是犬语的 经时的 头痛的阵型 那另外一个疗剂呢 是叫做 石虫 就是 Lycopodium Claverton Lycopodium 是叫做 石虫 是一个 Clubmos 是一个 一个植物的 提炼出来的一个疗剂 好了 那石虫型的 经时的头痛呢 那个阵型会怎样呢 石虫型的头痛呢 很多时候呢 是右边头痛的 OK 或者呢 那个痛呢 是由一边开始 跟着呢 就走去另外一边 但是右边倾向 由右边或者走去左边 那头痛呢 是眼球 就是眼上的痛 而且很有趣呢 他头痛的时候呢 就很饿的 就是 饿得很辛苦的 那立刻呢 吃了东西之后呢 就会即时舒服的 OK 那就是说呢 这种型的头痛的人呢 总之就是 不饿得 一饿就发癲了 那 头痛 吃点东西就舒服点 吃点东西就舒服点 那 那倾向于右边的 这种这样的头痛了 好 那另外一个疗剂呢 就是 盐 大家 sodium chloride naturum buriaticum 那 那盐型的人呢 通常呢 是比较上呢 是敏感一点的 情绪上比较敏感一点的 那人呢 倾向于瘦瘦的 如果 小孩子的 盐型的生物体呢 比较好乖 好听话 那 那你会看到呢 那人呢 是比较瘦 尤其是颈的那个位置呢 是比较 是幽幽瘦瘦的 嗯 好了 那 那盐型的头痛呢 是通常呢 是一种 可以说呢 是一种 属于 好似 好似 那个 扁头痛 那种头痛 爆炸性的 很重重的 还有呢 头痛呢 眼睛呢 是铲不开的 影响它那个 那个视角的 那它呢 是特别呢 就是拍光 那 那种头痛呢 有时间的 通常呢 是日出到日 下落的那个时间呢 是特别特别厉害的 OK 那 怕太阳 怕光 OK 那通常呢 就是不动啦 不想动啦 有时呢 就是有时呢 头痛的时候呢 如果你看书呀 更加痛啦 皱眉头就更加痛啦 那很多时候呢 这种型的 的 头痛的人呢 很多时候呢 有些 贫血的那些 学生 学生妹 就是 她 正眼瘦瘦 那通常有些 有些 贫血的 那头痛呢 就 睡觉会好些啦 啊 拿些压力 压到眼部会好些啦 那 睡觉的头呢 就要线高会好些啦 还有呢 要坐在那里呢 是不太动 OK 那 通常这个头痛呢 就一起床 就是好像说 日出的时候呢 就会叉的 OK 那有时这种头痛呢 就会伴上什么呢 伴上便秘 OK 或者呢 是因为不开心 而导致这一类 这样的 的头痛来的 那 炎型的人呢 很有趣的哦 他很喜欢吃咸的东西的 所以叫炎型的人 是喜欢吃咸的东西的人来的啦 好了 那跟着呢 再跟大家介绍 另外一种呢 那个疗势啦 这个是 就是我们这么多的主要疗势呢 这个是 啊 大概是 最后这一种 那这个疗势呢 是 叫做呢 是叫做 蜜鱼啦 蜜鱼汁 Sipia 就是那个蜜鱼汁里面 提炼出来呢 成为一个疗势的 那这个蜜鱼的人呢 是 很好吃 很适合于这些女性的 女性使用的 因为跟荷尔蒙那方面呢 是 是关系很密切的 那 蜜鱼汁的人呢 他本身的性格呢 都是 就是比较是 低沉的 就是没什么感觉的 没什么feeling的 尤其是呢 整个觉得呢 这个家庭呢 已经令到他很不开心的了 或者呢 宋鱼仔是很烦啊 这样的 好了 那当这个蜜鱼汁 在那个 旌旗的时候 那种 那种的头痛呢 就会大概 基本那个 有什么的 症状了 那 这种的头痛呢 都是这样 可以 在后尾枕那里 是交替的 左边右边 都会有的 那么 那么 是不是呢 在那个 如果 如果你 躺在痛的那里 是更加差 比如你说 右边痛 那你就不会躺在右边 因为右边特别痛的 就是不可以压受压力 是的 不可以压到他的 那还有呢 这种的头痛呢 吃了东西之后呢 就会好一点 就好像石虫有点像 是吧 吃了东西之后好一点 但石虫的不同 但是右边 经常在右边多一点 那么这种的痛呢 通常呢 那个 蜜鱼汁的女性呢 因为她的 荷尔蒙 已经开始低那种的状况 所以她的 经量呢 通常呢 是比较少的 OK 比较少的 那么 还有呢 她 头痛的时候呢 对食物敏感 是很特别敏感的 就是你不要让她闻到 闻到一些食物 这些食物气味呢 令到她 是更加更加不舒服的 那么很多蜜鱼汁的人呢 是到她那个 接近根延期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 是头发开始脱的 那这个很多人呢 就是到女性呢 到根延期呢 就经常有个人 觉得自己头发脱得很快 这个通常是 蜜鱼汁这个 这个尿剂的人来的了 OK 那么 在我们的同学疗法里面呢 当然了 就是 经期头痛呢 是一个 很多人有的 那么所以呢 其实我们的尿剂呢 是很多很多的 我只不过呢 是将其中一百多种的疗疗里面呢 将几个比较重要一点的 常用得着的呢 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啦 那如果大家有这个 就是经常性的 的经期痛呢 就 其实有好的方法 可以彻底帮你解决的 就不要呢 就是忍住它 因为呢 因为呢 长期吃任何的 止痛药都好呢 都会迟早呢 会有 伤那个肾啊 伤肝啊 有很多其他的副作用的 是 那么其实根本事实上 这个止痛药就不应该 就是 是 最常用得着的 那么今天啊 袁医生就一口气 帮我们介绍了呢 有这么多疗疗疗 但是呢 刚才都说过了 如果大家有这个问题的时候 应该就好好地 这样去彻底的处理去 那就不用说 每个月呢 再重复重复地发生 那么又影响到人的心情啊 个个健康的问题啊 也都可能工作上面 都很大的影响到 久而久之 这个又是一个死循环来的 所以呢 那应该好好地 那介绍了疗疗疗疗 就看看呢 你适不适合的 可以当一个参考 那么最终呢 其实都可以找袁医生 做一个彻底的那个 的诊断啊 那些东西呢 来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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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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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呢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会诊 电话号码是 25773798 而在后可以 给我们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三个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谢谢你 袁医生 拜拜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